第四節 下面我們看第四節 我們懂得了什麼叫尋找 我們到底要尋找什麼 尋找 包括 包括了 有行 無行 的 禱告 執求基本上都是有行的禱告 尋找 只有有行的禱告 也有無行的禱告 在我們有行的禱告中 我們也是可以禱告 我們要求神讓我們明白他的旨意 我們要求神讓我們更多認識我們的主 我們要求神讓我們更愛主 要得到我們的主自治 但是我們說也包括了一些無行的禱告 當我們無行的禱告的時候 可能我們是在默想神的話 往往很多弟兄姊妹 禱告總覺得就是我們跟神講話 你知不知道當我們默想神的話 那是讓神跟我們講話 今天我們既然是禱告 我們是父子之間的溝通 我們需要我們向神講話的時候 也需要有神向我們講話的時候 往往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只知道祈求 反正跪下去講了一大通 講完了神還沒說話 他就已經走了 那我們說神怎麼來回答你 神要跟你親近一下 講話還不行 只能由得你 我想親近神了 我來親近一下 神還剛要想親近你了 已經忙著走掉了 今天我們說我們需要 有一個親近在神面前的時候 要等神來說話 為什麼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們的心靈很苦干 好像覺得裡面沒有話語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因為 我們的話太多了 神說不上 沒讓神說 今天我們說尋找就是什麼 要給神說話的機會 今天祈求我們都知道 一講到祈求就是我們祷告神啊 這樣那樣 最後奉主的名阿孟 我們就結束了 今天我們說尋找就不能這樣 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 常常默想主的話 在默想主話的時候 可以說不一定要求神什麼事情 其實我又要講回來 上午我們就已經講過了 我們所要的是早就知道了 今天當我們能夠尋找主的時候 我們相信當你尋找得到了我們的主 我們只知道要得到主的祖父 你知不知道當你得到了祖父的祖 你是不是得到一切 你就得到一切了 這些祖父一定會臨到你 今天什麼事更要緊 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祂是豐富的 我們得到了祂 我們就得到一切 所以保羅說 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 你不要以為 這個丟棄萬事是指那些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是肯定要丟棄的 這不值得一提的 保羅在這裡所提的丟棄萬事就是什麼 好的事情 包括主給我的祖父 我都可以不要 為要怎麼樣 得著基督 當我們得著基督了 我們所有的這一切 都是我們的了 今天弟兄姊妹 我們不但要祈求 我們還要尋找 這就是我們說 當我們在祷告的時候 有有形的 也有無形的禱告 下面第五 我們就具體的看一下 尋找的 具體內容 怎麼樣才是我們 具體的可以是屬於尋找 啊 往往弟兄姊妹會覺得 這個道理容易講 那麼怎麼樣來尋找呢 我想我在這裡也是給大家 來舉幾點 第一個 詩篇 一百十九篇 第九十七節 詩篇 一百十九篇 一百十九篇 九十七節 我們一本來見 我何在太后 你的律法 終日不住的思想 對 弟兄姊妹 這就是一個禱告 終日不住思想 思想什麼 神的話 在舊約 在講到你的律法 我們都知道 就是指著神的話 在今天我們就是 講到聖經的話 神的話 今天我們怎麼樣 才是一個尋找的禱告 那就是 默想 神的話 默想神的話 享受 神話語的 但是我們每天早晨 弟兄姊妹很注意 花時間禱告 而且這個禱告的內容 總是祈求 不管你是禱告什麼 反正就是祈求的內容 然後我們說 我們很少會想到 早晨是應當 我們也需要用點時間 好好的來思想神的話 不是我們光把聖經念過去 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應當默想神的話語 當我們默想神話語的時候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 對神的話語解開 我們得到亮光 但是這裡面更重要的一點 享受神話語的甘甜 這個甘甜的滋味 所以 不是我們能夠用言語來解釋 好好的思想神的話 有的人喜歡看詩篇 當然那是很好 其實不一定是詩篇 也不一定是真言 比如說 今天聖經裡面的這些話 我們反复的思想 實在 實在 可以說 是最好的一個 可以說 給我們帶來的 真是一個說不出的甘甜 這種甘甜 還不是說今天我祈求神一件事情 神應運我的 那一種喜悅 那一種甘甜 真好像我們 嘗到了 屬天的滋味 嘗到了屬天的滋味 所以默想神的話 我們可以試試 我們把神的話放在心裡面 我們思想 我們會覺得這些話帶給我們的 那是一個非常甘甜的 這樣的一個內容 第二 我們說 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會覺得 我們這個尋找太難 好像我不會尋找 只會祈求 其實弟兄姊妹 我們有尋找的禱告 每一個人應該都有 那就是在我們聖餐的時候 掰比的時候 我們看哥林多前書 第十一章 二十三 到二十六節 哥林多前書 第十一章 二十三 到二十六節 我們一同來念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 原是從主領受的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頁 拿起品牌 煮卸了 就掰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得 你們應當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飯後便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做你的機率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 要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你們每逢吃這杯 喝這杯吃掉明主的死 是等到他來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 今天我們在 聖餐時 是 默想 主愛 紀念 主受死 是 墨想只愛 紀念主受死 他的再來 我們的合一 這些都是我們在 掰餅 領聖餐的時候 我們會思想到的一些內容 我們同領一個餅 讓我們知道我們應到可以 耶穌說 一直要等到在他的國裡和心的那日子 我們想到的就是主的再來 今天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在主的桌子面前 面對這個餅和杯 我們會有這樣的一些陌想 弟兄姊妹我們說 這個時候我們不是為了要求神給我什麼 這個時候就是什麼 一個尋找的禱告 所以這個禱告 那弟兄姊妹有沒有 有的 會不會 會的 只是 我們沒有注意 這就是一個尋找的禱告 所以尋找的禱告難不難 不難 不是因為難 只是往往我們自己一直 不那麼注意 那麼是不是只有聖餐的時候 我們才這樣 那就說明我們要經常尋找 我們就可以參照這樣的一個內容 我們可以經常的 在神面前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有這麼一個禱告 有這麼一些內容 我們常常的反覆思想 這個是我們可以 懷念主的愛 來接力我們 我們在這個時候要尋找的 是要尋找我們的主 要得著我們的主 這個就是 也是一個內容 下面第三 我們看 我們看路加福音 第一章 第二十九節 我們一同來念 馬利亞您說話就很驚慌 又反覆思想 這樣問他是什麼意思 在這裡面我們說 把神的話語 存記在心 反覆思想 這個我建議馬利亞的 這個他就是 馬利亞的特點 而且多次都是這樣 當 耶穌在聖殿裡面 十二歲的時候 問到 他去了以後 他也把耶穌的這些話 存在心裡 反覆思想 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要把神的話語 存記在心 反覆思想 要把神的話語 存記在心 反覆思想 這也是 今天我們說 我們尋找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內容 今天我們 有的時候 在坐車 沒有事情 思想 東想西想 我們說 如果我們常常能夠 把一段神的話 放在心裡面 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好好的思想 就節約時間 而且我們很能夠 從思想的裡面 得到造就 也就是我們在尋找真理 我們在尋找明白神的旨意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晚上睡覺 半夜醒了以後 有的時候睡不著了 我們說最好是什麼 就思想什麼話 我常喜歡 把一段 我自己一時 還看不明白的經文 當然 我自己就記住了 當然有的時候 半夜睡不著了 我就把這段經文 放在心裡面 反覆的思想 在這樣的時候 可以說 夜懶人靜 特別能夠 得到亮光 這時候常常 我自己 在講道的中間 有好些亮光 有好些自己的認識 都是在這樣的時候 得到的 今天就準備 當然大家 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是半夜 在這樣的時候 你要不要一定 哎呀 我這個要一小时 成功 一禱告就該怎麼樣 趕快起來跪下 我覺得 倒沒有這個必要 今天我們不需要 這個行事 那麼有的人說 這樣躺著也能禱告嗎 我們說 當你找到尋找的禱告 就不再是像我們想像的 那種有形的禱告 尋找的禱告 可以說 不拘行事 隨時都可以 你在行路的時候 你怎麼跪下禱告 但是你行路的時候 你的思想裡面 照樣可以 所以 有神的話 在裡面反覆思想 當然 你走路要當心 不要給車創 是不是啊 這個神不負責的 我們走路自己要當心 今天我們說 我們在任何的場合 我們坐下來 我們坐著 沒有事情 我發現有的時候 有些弟兄姊妹 話很多 今天我們覺得 當然我們不是說 都不能講閒話 但是有的時候 話實在太多了 我覺得也是缺乏 安靜的時間 我們需要安靜在主的面前 才能夠有反覆思想 一個人在瘋瘋亂亂中間 是無法反覆思想 所以我們說就是像唱詩歌也是一樣 短詩 現在的詩 古然能夠把一個人的那一種心靈怎麼樣 好像呼喚起來 其實喚起的多數都是那些感情的東西 今天我們需要好好的默想 我們要反思 我們需要有一定的安靜的世界 我們在一個安靜的中間 當然也有的人他安靜是打瞌睡 那我們說這個不是安靜 今天我們說的要尋找 那應該我們是說 需要有一個安靜思想的時候 竭力追求認識他 今天我們說甚至於我們為了要明白一個真理 我們要去查考一些聖經的參考書 我們說這些也可以作為一個尋找 今天我們說尋找的範圍是很廣 嗯 祷告本來我們都知道 剛才早晨我就已經跟就只沒講過 祷告是什麼 那是一個途徑 為了要達到一個目的 今天我們說神要我們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謝 今天其實我們說耶穌在這裡也是一樣 祈求尋找寇嘛 這都是祷告 我們這個尋找我們是需要下功夫的 尋找我們的主 我們是要竭力追求的 這不是我們可以啊 反正主啊你讓我認識你 好像主就讓我認識你 你要真正認識主 你要在聖經上好好的下功夫 因為今天我們怎麼來認識我們的主 就在真道上 這樣才能夠長大成人 所以我們說這個尋找在這裡給我們看見 那就是要把神的話語純跡在心 反覆思想 第四 雅歌 第二章 第三節 雅歌 雅歌 二章 三節 我們一同來念 我的兩個人在南池中 如同蘋果樹在樹林中 我彎彎西西坐在它的陰下 嘗它果汁的滋味 覺得甘甜 這個甘甜 我們說不僅僅只是因為這個果汁 而且也是什麼 坐在它的陰下 今天我們跟我們的神 我們彼此心靈的溝通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最重要我們的禱告就是什麼 父子的溝通 我們知道一個孩子要跟自己的父親母親在一起 不是因為有什麼事情 而是當心靈有溝通 心中很踏實 在一個房間裡面 媽媽在做她的事情 孩子在玩她自己的玩具 大家心靈裡面溝通很好 不需要講話 也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就在身邊 大家心裡面很平安 很寧靜 但是如果一旦你看不見了 這個孩子怎麼樣 看不見媽媽了 她就會怎麼 她就會著急了 她不是因為有什麼事情 因為她裡面覺得好像沒有一個依靠 今天我們跟神之間也是一樣 我們需要記得 我們要尋找的是和我們的神 我們父子間心靈的溝通 所以我們說尋找 父子心靈的溝通 心靈的溝通 心靈的溝通 享受 享受 同在甘甜 同在就是甘甜 坐在蘋果樹的陰下 那就是一個享受 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也要有這樣的一個操練 我們不一定要尋找什麼話語 進入內世 我們自己心靈一個安靜 我們默想神的愛 可以說我們在聖餐的時候 我們默想的這些內容 在平時我們是應該常常想的 不是只是在聖餐的時候才想的 今天我們跟神之間有些心靈的溝通 不需要言語 不需要內容 同在就是一種甘甜 第五 我們看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 二十到二十二節 和美麗麥麗麵 我心想念这些 就在里面有问 我想起这事 心里就有指望 我们不是消灭 是处理天皇 不断神 是一般的来源 不是传绝 我们知道耶利米埃哥是耶利米 在以色列王国以后 当王国以后 他看到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百姓遭难的现象 正因为这样 他在这里说 我心想念这些 就在里面有问 看到以色列百姓 王国遭遇欺压 蹂躏的事情 他心里面感到有问 我心想起这事 心里就有指望 但他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他就有指望了 哪一件事情呢 就是二十二节说 我们不知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 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不是断绝 当想到神的慈爱 想到神的怜悯 想到还有盼望 他自己的心 内心又重新再起来 我介绍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要寻找 那就是要默想 神的慈爱 要默想神的慈爱 束缩神的恩典 心中就有力量 当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 悠闷烦躁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说 我们迫想神的慈爱 束缩神的恩典 心中就会有力量 第六 也是我写六点 我们看 以法所书 第五章 第十九节 以法所书 第五章 第十九节 我们一同来念 当用诗章 送死灵阁 以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可以说 那就是通过诗歌 表达 对主的诗念 通过诗歌 表达对主的诗念 那么这个当然 一同姊妹 可以自己 可以选择 自己所喜欢的 一些诗歌 总应该要 有一些内容 有一些思想性 这样我们在 诗念的时候 才会心灵得到滋润 和造就 这就是我们说 寻找就寻见 我也是这样 把它看一看 这什么叫做寻找 寻找的目标 是我们主耶稣自旨 我们要极力追求的 认识主 明白主的旨意 同时我们要明白真道 寻找包括了 有行无行的祷告 寻找具体的 我举了这样六个内容 这些内容并不是 弟兄姊妹做不到的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 寻找的祷告 特别当我们在 领圣餐 掰比的时候 我们纪念我们的主 那就是一个寻找的祷告 那么我们说 这种祷告 我们要扩大 在更多的场合 更多的机会 要更多的运用 这样我们说 我们的祷告的内容 就丰富了 要不然我们老是祷告 我们说 求一两个小时 你有这么多东西要 我们的神医院要记下来 都来不及记了 对不对 我们说今天 我们说 我们这个祷告 不要老是求求求 寻找 也是一个祷告 下面我们 下期再见